好開心呀!今天我做了便當給Jeffrey BB呀! Hello! 多謝! 哈哈哈! 好可愛呀! 我是Jeffrey 你好? 男神 請你留位置給我 要留住一個男人 首先要留住他的位 今天我要留住Jeffrey BB的位 Yeah! 喊到失聲了 大佬 Hello 介紹一下自己 Hello 大家好 我是Jeffrey 那今年22歲 哈哈哈哈 又是 好可愛呀! 中讀陣書 我想叫她說一下自己的名字 想不到她介紹自己的年齡 Sorry sorry 今天我準備了兩個飯盒 非常有心機 很明顯我是偏心的 好 讓你品評一下 嘩 是超漂亮 整個感覺像外面買的那些 真的買的? 真的買的 整的整的 我真的下面是醬汁來的 是啊 沒錯 這次我也是超級偏心的Jeffrey BB 我是今天特意帶多一盒牛汁回來的 這一堆汁 真的是我昨晚自己在廚房熬出來的時候 所存在的精華 所以現在就可以讓你去試一下 試一下 好 她是先試飯 先試一下 吃得出是家的味道 蛤? 為什麼會吃得出呢? 那個因為不像連鎖店那種味道是嗎? 不是啊 其實 就是你吃得出是沒有味精的 哦! OK 我再加上新鮮的牛肉 完美 除了好吃之外 她也沒有什麼話說 真心 我以前說話就比較沒有文化 雖然現在說話 也是沒有什麼文化 但會嘗試令到 有一點點文化 你不是沒有文化 你只是有時候 很老實說 我對她的影子就是偶爾很喜歡 她突然說一些 突然之間很大男人的說話 譬如我們最近拍的一個節目就是 玩遊戲那樣 她可能真的會跟對手說 你怎麼贏我啊 那種 那種紅性的霸氣 是出來了 是不是帶男人呢? 真實的你在愛情上面 不帶男人 我給你一個情景提醒 我突然之間想到 假如有一天 你女朋友就說 哎呀 有個男生朋友想約我單獨吃飯 我可不可以跟他單獨吃飯 不要啦 叫我吧 哦! 原來你真的不行的 不是太好 哦是嗎? 你還說自己不帶男人 有沒有一件跟女朋友很難忘的 關於吃飯的事呢? 上當年的時候 即是兩年一起 在紀念日 然後也是人生去一些高級的酒店 然後什麼都打扮得好一點點 正式的 然後我又有買一些 有買花 又有買 那時候 因為我們想拍Vlog 所以我有買了 送那部相機 哦! 因為本身我們沒有買相機 所以就 我覺得就 有實用 又不是太貴 那又 應該不會被人罵的 這裡的鋪牌簡直是求婚 就是你 如果求婚也是搞到這樣 我覺得是失敗 中二比 中二比 不是啊 因為我個人 你喜歡鋪牌 對 如果我有講求婚 然後 我就 準備好了 叫餐廳那些 準備 然後 什麼時候拿花出來 什麼時候拿蛋糕出來 還有 就是整個鋪牌 我說我拿完禮物之後 我就給眼色那些 花 哈哈 鬼看到什麼 他就拿花出來 然後呢 誰知道他真的看不到 哈哈 我送完禮物給他 然後我打算一次過送花 拿蛋糕 是很完美 是 然後誰知道我給眼色 打打打打打打 然後看不到 Jeffrey BB 今天我留不留到你的胃 留不留到你的心 那個胃是完全留到的 但我的心就差一點點了 因為我的心已經留給女朋友了 那我們做同事吧 好啊 哈哈